又來到開速遞的時間 這些速遞通常都是音響 今次塗了些什麼呢? 今次塗了些膽子 塗了些什麼膽子呢? 給大家看一下 只會玩膽子 只會想玩 300B 這裏就是 我已經試過覺得很腥的 貴方的300B 它其實是4300B 白遲了 紅字 因為我是試過好腥的 所以才買的 原廠是有一個 數值去配對 然後我再特地選一些 我淘寶的時候問他 你有沒有測膽鏡? 可不可以再重複一次? 再重複一次 都是配對我才要 給大家看看 那季光 這個系列 這個是新季光 MGG是新季光 舊的季光應該是 柔的白字 我舊的季光試過 新的又試過 這個是新的 我自己喜歡這個聲音多些 當然舊的季光 最貴的那些 是 梯瓶 還是太瓶 灰色 那些瓶 我未試過 但我那些幾千元 我就不太熟悉過 另外 還有4支 EL34 都是舊的季光 我都叫他再重複一次 那 挺像樣的 因為是鑊撈瓶 即是 看見像是一些好聲的東西 但我都要上了機 先說 真是很舊 連紙都沒了 那我叫他再重複一次 那又是 配合了我才拿的 因為呢 就算他們原廠出廠有一個數值 那他除了時間的老化 那可能都會有些不同 好 那我自己覺得 桂光 這個 那個手工是不錯的 為什麼呢 我可能另外會拍片再講 但是 因為我早前 塗了 塗了另外一支 就是新的 柱光 柱光的300B 而是我覺得 柱光手工是不好的 桂光的手工是不好的 如何是好還是不好呢 我看到兩樣東西 第一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那個瓶是 不是垂直的 那個瓶是歪了少少的 即是別人 如果手工好的是垂直的 這個是 直接垂直 這個是傾斜了少少 這個是第一樣東西 接著第二樣東西 就是 不知道拍不拍到 就是它下面這些 這些 山絲 裡面那些 那個瓶是遮不完的 塗了少少出來 其實那個瓶 應該是用來包著 山絲 保護著它 但是它就有些包不住 好像你的褲子 吊腳 那樣 人家桂光是不會的 人家桂光是不會的 就包實了 大家看不看到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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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exactly 會影響到聲音 我不知道 但是就這樣看 你就會覺得 這個手工 就不夠 這個這麼漂亮